下面我们来学习细胞信号转导 细胞信号转导大家注意了 一般来说不是每年考 一到三年考的一个尸体 都是这样 那么考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尸体 所以大家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学得很深 当然你假如回去之后看教材 很可能看两三遍看不懂 为什么呢 教得很深 都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所以因为见到过 你又不熟悉 所以大家很容易在这个地方误会 那么大家就拼命的看 因为看不懂嘛 就拼命的看拼命的看 花了大量的时间 最后说不定今天不考虑 为什么呢 不是每年都有题吗 他一般都是一到三年有个尸体 并且这个尸体都是很简单 所以大家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学得很深 你说看不懂 那么看不懂就把它扔在这 搞了一些大的概念 语书内详的东西 那么天天听到的东西 所以呼吸的这个地方 不要呼吸的很深的 好了第一个大家就是信号分子的基本概念 信号分子基本概念 第一心事第二心事第三心事 那么考的最多的就是第二心事 第一心事第三心事接着某些位置 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没考过 研究者也没有考过你们也没有考过 好了大家注意了 什么叫第一心事 所谓信事 大家都知道 就是原来我们不能打电话 不能有手机的时候怎么样 我就写一封信 叫哪个哪个代序 这个代序这个人 这个就是信事 所以第一信事第二信事第三信事 就是负责 细胞之间进行通讯联络 不同部位的 都是其信息传递物资 那么就是信事 假如细胞与细胞之间 你比如说这两个细胞 A细胞和B细胞之间 要连通信息 我跟你说 我的家里今天有个什么好吃的 你快来吃吧 这样这是个细胞 跟另外一个细胞打电话 那么这个 在这两个细胞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物资 那么我们把它叫第一心事 第一心事 可以找到大家 好了这什么叫做 细胞内进行信息传递的 那么我们叫做第二心事 大家注意了 家族内部的 这里面是B细胞 B细胞内部进行信息传递的 那么叫第二心事 第二心事 经常考大家 希望大家给这几个代号技术 这个阳文技术 这个阳文技术考大家 第一 CMP 环铃三 现代 CMP CGMP 环铃三鸟干 还有一个概例子 还有一个IP3 IP3大家注意了 在考试中间经常出现 就是145 就是145号位 303基层 所以它叫IP3 145 30基层 IP2呢 425 203基层 好了大家注意了 IP3是一个第二心事 我们等一会 环法不得跟那个讲的这个IP3 还有一个是叫DAG 大家注意DAG叫二线感油 那么也叫干燕二字 那么也叫二线感油都是它 这叫二线感油 大家注意它还有一个名称叫DA 中间一个G掉了 我记得有一年啊你们书上写的是DAG 有一年这考研究生考的什么 搞了个DG 很多同学不知道这个DG是做什么东西 其实上那就简称DG DAG是一个字 都是干燕二字 二线感油 都是这样啊 原来叫做干燕二字 现在改来改来叫做二线感油 都是这样 这些分子都在细胞内 去信息传递作用 所以叫做第二性事 这些第二性事 希望大家什么 各个各的背下来 因为考过很多次 研究人也经常考 你们也经常考 希望大家进去注意 好第三性事 我们细胞内进行信息传递的 那么第二性事 那么希望核内外呢 细胞核内 给细胞核外 核内外进行信息传递物质 那么就第三性事 也真DN结合蛋白 所以假如进入细胞核内的 那么就第三性事 你比如说 我们加成技术 或者摘体技术 那么它还会作用 就是从细胞膜上面 它没收听 它一直进到细胞包子 一直进到细胞核 影响你的DN转动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传递信息的 就属于第三性事 所以这就是 信考分子基本概念 那么重点找到第二性事 考得最多 第一第二三性事 接着目前为止没考到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一年这个试题 大家看看 下面属于细胞类 细胞分子的是 细胞类的细胞分子 我刚才跟大家说了 应该是打什么 打第二性事 所以你就到这边找 哪个是第二性事 是不是随意到 我们刚才讲的 这几个第二性事 CAMP CGMP 什么 DG DAG 然后IP3 概率质 这些物质 希望请大家注意的是 这个CAMP CGMP 大家注意是 缓化的 CAMP CGMP 不是AMP GMP AMP 不属于第二性事 大家一定要注意 再注意 不要把这个搞分下了 所以它有时候经常处置 下降哪一种物质 不属于第二性事 搞那个AMP CAMP 你啥我都说不注意 把这个搞分了 打错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再注意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这哪一个 所以这些物质中间 都是奇数 哪个不是 干药二次 也叫二线杆油 也叫DAG 也叫DG 所以正确答案为 第一细胞类 的信号分子 所以考虑的第二性事 它如果换一种说法 来考虑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大家注意了 下面的这几种 信号传达图形 信号传达路径 大家注意看看不懂 大家看着我的这个图 或者对着我的这个讲义 自己再看一看 我这个讲义上面 跟他归来总结一个图 几种要考到的 信号传达图形 都给大家打出来了 好 第一种经常考到的 就是G细胞 CAMP PKA信号传达图形 什么意思 也就是这个 激素 发挥作用的时候 它什么 先激素 跟磨受体结合 希望某某上面 你什么 希望我要 跟什么受体结合 它肯定有个受体 有个什么 有个激素 也叫配体 所以你跟这个受体 跟配体结合 那么在这什么 就跟我们的 梅跟底部结合一样 这是一样的道理 那么这个激素 像一个梅 这个受体像个底部 所以每跟底部结合 你看看 受体 这种 菱形的 跟这个 这个 这个激素 就像菱形的 跟这个受体结合 这个受体在哪儿 在受体在细胞膜上 大家注意 这是个细胞膜 按钩中细胞膜 画的这些什么 子质双分子结构 这就是细胞膜的点心结构 所以 这细胞膜的点心结构 那么 就是子质双分子结构 好 整个细胞膜 没有画完全 大家假如跟他画完全 去下面 也画的有 好了 这就是整个 西方膜的这个结构 好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西方膜上面有受体 所以 这种受体 我们称为 魔受体 这个激素跟这个魔受体相继 结合之后 它肯定有个信息 这个信息 不停地进行传导 所以这个传导 这就是信号传导的路线 也就像我们长城上面 过去 昏霍台一样 我这看到 这个北方的野物民族来了 要供到我了 我这里点个火吧 当时没手机 也不能叫 那么就点个火吧 有火把我一见 一来了 哎 风火来咱们点火 那么 马上 就传到下一步 下一步 这样传下去 这样传递的这个 这个终续 那么 接着传到路线 传到路线都是这样 大家可以注意了 那么最典型的 就是CMP PK 信号传的路线 这个经常考的 哎 我们来看看 首先 就是这个基础 跟受体结合 结合 那么 就传这个信号 这个信号叫个谁呀 叫个鸡蛋白 大家注意什么叫鸡蛋白 鸡蛋白就是 一个 这种之外 就是个信号蛋白 它就是 这个信号传的路线上面 一个分子开关 左开关 我开 这个信号传的路线往下传 我关 这个信号传的路线 是什么 关闭起来 所以 它叫什么 分子开关 这就是鸡蛋白 这个鸡蛋白 本身有基础没有核心 大家注意 基础没有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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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使 它在GDP或GDP之间转化 哎 消化了能量 那么变成GDP 补充个零散根 高了零散界 它变成了什么 GDP 所以 这时候 我技术跟受体结合这个信号 就交给它的下一任 哎 我的技术来 滑活作用呢 在那里的信号上滑活作用 那么就 交给你的下一任 你下一任 就是鸡蛋白 所以这个就从基础这个信息 交给了它的下一任 火炬接力的下一任 鸡蛋白 那么这个鸡蛋白上面有GDP没有核心 它就使它火化 从原来的没有关闭状态的 没有能量的GDP形式 变成了什么 GDP 那么这时候变成GDP之后 当然有高的女生间 这个时候鸡蛋白就火化了 鸡蛋白火化 它再把它信息 传给它的下一任 大家注意这个下一任就是AC 这个AC就是现干人环化煤 AC叫现干人环化煤 现干人环化煤起火了 大家都知道 现干人环化煤 我们在内科学都跟他讲过的 我来讲自己玩信息树章记 怎么进行 怎么进行环化作业 是不难讲的 我说就是ATB 在现干人环化煤的作业下 环化成成什么CMP 好了一到CMP 刚才我们说了 CMP是个什么 第二性是物质是不是 所以在这个地方 GDP活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到 GDP活的时候 把信息传给谁了 把信息传给现干人环化煤 那么现干人环化煤就吹化ATB 环化之后变成CAMC 所以大家看看跟亮亮的 是什么 这就是吸火作用 吹化吸火作用 是ATB变成了CAMC CAMC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个第二性识 所以第二性识 就是包雷进行心理传利 那么他进行心理传利 再把它传到其他的下一人 那么他下一人结帮的是谁啊 PKA 这就叫做什么 蛋白基盘A 所以叫PKA 蛋白基盘A PKA也是个信号文字 它再想传到 传到哪儿呢 传到效应那儿 就说你这个技术 要真的哪几个蛋白质 发挥作用呢 他就交给哪几个了 A加PKA 蛋白基盘A 那么这些效应蛋白 然后来对你的 各种物质代谢 生理作用来发挥作用 这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生长技术 当然他进来的时候 就会得 跟生长有关的这些细胞 去作用 赶快你给我不停的争执 就这样 所以他整个技术发挥作用 大致的过程就这样 好了 我们再来跟他小结一遍 因为这种 他经常考虑 大家看看 第一他一定是个魔兽的技术 所以魔兽的 也只有这个素的 一定在细胞膜上面 这种技术 那几种技术 那你们书上讲了三种技术代表 移高血糖素 生长元素 主生长元素 皮脂技术 都是通过这种 CAMP 皮靠A的途径 来进行细胱转的 所以当你移高血糖素 生长进去皮脂技术 要着用你 这一把细胞的时候 那么就给你 把细胞说明怎么样啊 魔兽的相不结合 结合了之后 那么就产生个信息 我来了 来你这个细胞上面 住下来了 我准备还活你作用了 这个信息就交给你 交给你交给谁啊 交给第一个那些鸡蛋板 鸡蛋板就被生活化为 有GDP 活化为GDP 一活化 那么这也替它鸡蛋板活化了 鸡蛋板活化之后 那么就把这个信息 传给它下一个分子 这个分子叫做什么 现干人化化为AC 现干人化为美 就吹化ATB 还化为CAMP CAMP是个第二性子 那么在细胞内 继续把这个信号 传到它的下一人 瘋狂狂的下一人 PK 蛋白肌尾 蛋白肌尾 再把这个信号 传到要发挥作用的 效应蛋白质 这效应蛋白质 在细胞内 发挥各种各样的 相应的效应 这就它实力作用 最好的 这种机制 就这样来的 大家注意了 像这个途径 大家一定要记得 这个途径 它经常考虑 它会怎么考虑 它会怎么考虑 它说PK集合的分子 是哪一个 被哪个集合 CAMP CAMP这种第二性子 容易集合哪个分子 PK 我也可以这样做题 是不是 我说这个CAMP的含量 主要取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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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取决AC AC主要引起下的 哪种物质的含量灭化 ATB CG MP的含量灭化 我要考虑 那么这个 下面哪个路线中 需要 基蛋白的参与 在信息上的过程中 需要基蛋白的参与 哪个路线呢 CAMP PKA途径 那么需要基蛋白的参与 所以像这种题 它都会这样出 那么这种出的时候 那么大家 其实就考虑大家 这个信号转弹路线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信号转弹路线 也需要基蛋白的参与 但是 大家注意了 但第二性子 不是CAMP 第二性子是DAG 二线暗油 或IP3 也就是145 三年转弹基层 好了 大家看看 跟刚才我们讲这个路线 大致相同 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 大家看看 这个也是魔兽力的作用机制 一个结束 跟魔兽力结合 结合呢 参加这个信号分子 还是跟刚才一样 这个信号分子 传递一个 这个信号传递一个谁呀 基蛋白 这个基蛋白 本身有基础妹妹核心 把它从无核心状态的 GDP 死活状态的GDP 转变成 激活状态的 ATP GDP 那么这时候 基蛋白就核化了 基蛋白核化了 还是人呀 那么把这个信息 交给他的下一人 这个下一人 不是交给我们刚才的AC 先开始华文明 而是交给什么 PRC PRC叫什么 叫凌子美C PRC 那么凌子美C 起什么作用 跟我们AC起的作用一样 AC起的作用是指 ATP环化为第二信息CNP 那么PRC呢 凌子美C呢 也是起这个作用 吹化第二信息形成 那么第二信息就把它称成PIP 那么活化为刚才我们知道的两个第二信息 第一个IP3 就是145 三年生集成 IP3 这第一个信息 第二个 第二个 那么信息 就是DAG 也要抵击 那么叫二线干油 那么这两个也是第二个 这第二信息分子 那么继续把信号向下传导 传导了什么 PKC 然后最后跟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途径是一样的 PKC 蛋白基本C 把它传给各种各样的吸引蛋白 效应蛋白 效应蛋白来调节各种各样的物质代谢 这样急速去发挥作用 好了 以这种途径进行传导的 也有你们说 也具有三个粒子 加上猪 下传导 脂肪 脂肪 确假生产因素 抗力量 这三个 大家注意给这个三个粒子积到 靠自己就靠你这种书上想的这种粒子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好了我们在这跟大家说 IP3 叠击PKC信号传导多金 是怎么来进行传导的 一个技术 作用它的魔手体 那么结果之后把这个信息交给基蛋白 基蛋白有GDP5失火状态 转变它的活化形式 GDP 那么活化的这种基蛋白 那么把信息交给PLC 零支零支美色 催化 PIP2 转变成两种机上烤到的第二信息物资 一个是IP3 1 2 1 4 5 三粒子基层 第二个就是二线感油 DIG 那么这两种第二信息 继续把信号往车下传导 PKC 蛋白基维C 然后蛋白基维C把信号交给效应蛋白质 滑挥作用 这就是整个IP3 PKC 信号传达路径的通路 所以大家还是要跟对比着我们刚才的那个CAMP的途径看一看 有什么差别 有什么相同的 有什么不同的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呢 内观众接受贾传接受 贾传接受我刚才跟您提到了 怎么样啊 这大家通过细胞核 进入你的细胞核 那么引起你的转路 来发挥作用的 大家注意内观众接受 贾传接受 大家注意它的机制是一样的 尽管贾传接受不受于内观众接受 但是它的作用机制跟内观众接受很相像 所以它就比较特殊 就经常考虑 这个接受大家注意了啊 不给细胞膜结合 它不受于膜接受 所以细胞膜上面没有受体 它一直进到你的细胞核 大家看看这个内观众接受 一直进到细胞核 没跟膜接受去结合吧 形成一个集胞受体的符合物 那么继续往里面转 转到哪儿去了 大家看看 转到细胞核里面去了 转到细胞核里面了 还把这个基因 整合在你的定音上面 那么影响力的 转动水平 影响力的蛋白质表达 定音的合成 所以这种激素的一观众 即是加转接受 主要通过什么呀 影响力的转动 细胞的转动来发挥作用 哪些在内观众接受 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各种各样的性激素 性激素 次激素 搞同 以及皮肚成 加转接受 都是通过 与细胞核内的 DNA碎式结合转 元件结合 来影响你的转动 来发挥作用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内观众接受 第作用机制 它比较特殊嘛 考到了利用处 因为大家背着的 一般都是背着的什么 磨碎的技术 但是这种核碎的技术 大家很犹豫分享 所以大家要注意再注意 好了 我们再来看08年考虑这个试题 这个试题比较简单 可以集合弹部集合A 是哪种物质 大家注意弹部集合A就是PKA 那么集合弹部集合A的 大家看看就是考虑怎么样啊 CAMP 是不是 所以大家注意CAMP 集合PKA 因此像这种题 大家也会打 大家就考虑一个 这个概念 是不是 这种传达路级上面 一个小的概念 所以像这种东西 大家经常考虑 好了 我记得个题目 假设今天给他反过来出一出 我是机会新一次的物质 CAMP 集合的是下来哪种蛋白质 你打什么PKA 所以像这种原因之后结果 结果之后原因 他经常考来考去 那么你稍微不注意 不记得这个传达路级 那么大家就错了 所以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